好啦 命運的時刻來了 我們來排序了 從最貴排到最便宜 好 我先說我覺得最貴的就是 剛剛四十歲的梁朝偉 梁朝偉 就是配 我們說可以配大餐那個 送禮得宜的那個 第一個是四號 它有點木質調的那個 然後呢 再來 我覺得是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 對 因為同志朋友跟剛剛李小龍 到底要哪一個啊 我改一下 Sorry 我改李小龍 李小龍 李小龍 對 再來是同志朋友 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呢 情鬥初開小姐姐 小姐姐 最後是玩泥巴 攝氏衛生 森林系女孩 這是我的順序 從貴到便宜 也是 請剪接師幫我上一下 換你喔 沒有 因為我剛才有點壓力 因為我其實想跟你差不多 沒關係啊 我有點 對 要是我們一樣的話 我們就共同承擔 共同承擔 對 對 我回頭想到價錢這個事情 有時候貴不代表它的價值 有時候是它的產地 像其實裡面有一些酒 讓我體驗到它是新世界的 因為坦白說一支很好喝的酒 它可能在紐西蘭產是一個價錢 然後在法國一樣好喝的酒 又是一個價錢 對 但又更貴了 又更貴 因為它是一個有出生的 有名門貴族出生的感覺 對 因為通常新世界就比如說澳洲 紐西蘭我們說的那些地方 是酒好喝喔 可是就沒有那麼貴 有時候不見得 對 沒有那麼壓力 所以這太難了 我們又覺得好喝 可萬一它是新世界的 反而不一定喔 其實我個人最喜歡的喔 應該是最有感情的 其實是五號 同志朋友 對對對 這讓我想起一些我 對我也很好 然後我也支持我很多的朋友 有故事的人 有故事的人 因為這個故事 我願意為它多付一些 其實很難分出高下 但我特別喜歡的是 李小龍 對 李小龍是三 第三的話 因為真的喝到錢的味道嘛 所以說我們不得不把它 放前面一點 第四號是40歲的 40歲的梁朝偉 梁朝偉 對 梁朝偉 我覺得梁朝偉一定有他的人 一代宗師 對 一代宗師的那種氣勢在 天啊 同志朋友比一代宗師 在你心中 是 因為可能 因為我不認識梁朝偉 OK 但我認識了很多 對我很好這項朋友 他對我那個情感 覺得比梁朝偉還 除非 除非下十禮拜 梁朝偉來找我 OK 好 我努力看看好不好 你努力看看 好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 情度初開的小姐姐 我們會排在 維社會話 維社會話 那接下來就是小妹妹 OK 跟我一樣我覺得 對 跟妳的牌區差別是在那個 我已經忘了我的牌 對 我也忘記了 我現在有點悶了 而且我發現工作人員在取笑我們 沒有在旁邊在偷笑 在偷笑 OK 我們現在請定了 對 這感覺 請公布答案吧 公布答案 我是43521 我是53421 所以我們只有 最貴的跟中間的不一樣 我們最後再翻這兩張 最後再翻這兩張 我們先翻1 好 我們先翻1 它多少錢 蛤 什麼 蛤 什麼 我們是不是 怎樣啊 還好我沒買 還好我買這一隻 還是這其實就是 裡面這個便宜的 還是我們不試貨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相信自己的體驗 這一隻 1號我們雖然是牌最便宜 但是 它的 對啊 還是它是法國的 有可能 有可能 不過我們的品味 也不見得重重 對不對 對 好 我們38 等一下如果說 假設我們都對的 表示3800是最便宜的酒 對 那你就是 哇 你成本很高耶 其實可以 成本可以錄好幾集 對 哇塞 哇 你對我真好啊 等一下全部都喝掉 不要浪費 喝完才可以走 對對對 我覺得大家一起玩好了 2 2號 2號 OK 蛤 喔 喔 蛤 怎麼會這樣 完全不懂耶 果然 是 天啊 那這一隻CP值就是代表很高 很不錯 好 然後再來是 3 我們把 對我們共同是3 對我們共同是3 對不對 第二 覺得第二櫃的 好 哇塞 天啊 我壓力好大 3是什麼 3是李小龍 哇 我還說買一箱給你 我是不是說錯話了 對啊 而且你還說 就是還說 就是它搭什麼都可以搭耶 是有那個 對啦 它很順是沒錯啦 是沒錯啦 對 可是看到這個以後會讓我覺得 嗯 本來很平易近人的味道 怎麼會這樣呢 卻沒有很平易近人的價格 喔 真的耶 對 哇塞 哇 哇 我們都不知道李小龍這麼貴 我們這一集應該沒有sponsor 哇塞 只有我自己 出你的耳朵看幾個病人 我加油 我加油 好 那 你覺得5最貴 我覺得4最貴 是 我們就來PK 各拿出來 我覺得5最貴 那我拿 好 我們看誰贏 我們直接給觀眾看 好 亮牌 好 1的時候亮喔 好 3 2 1 3 2 1 你是多少 多少 4比較貴啊 耶 我贏了 好喔 好喔 所以這是4 4號是梁朝偉 就是它真的我們喝出它梁朝偉的身價 但是我們低估了李小龍 低估李小龍 我們3是最高 所以其實我們都沒有答對耶 但是我們雖然3最貴都沒有猜中 可是這樣的話我好像還略勝你一籌 因為我猜中了4年 只好今天我買單 對 謝謝你喔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來公布一下這個酒標 讓大家有興趣的人可以來這邊 真的 可以自己找來品味一下我們的體驗 那我們要從誰先開始公布 CP值其實我認為這樣算起來應該是2號 CP值很高 很高 因為它是適合談戀愛情鬥初開的小姐姐 對而且在坦白說剛談戀愛的年紀 這個價位也是可以負擔的 對而且我跟你說 它的其實是順的 它有點桃子口味 所以其實你自己喝或是送別人 不會壓力那麼大 對 因為其實它不需要花太多的錢 對 可是你會覺得好像可以喔 我覺得我們先來公布這一支好了 好 好 這支 哇 它是誰 這支 17年不共的David Dubang 它是哪裡來的 這是法國的伯根地的產區 法國的可以在這個價位喔 對啊我覺得這支 因為我覺得挑酒的人也是有差的 可以挑到這個CP值 我當初去考試酒師也是想要會挑酒 挑出這種價位可是又有超值的品味 那你們建議說這支酒可以在什麼場合 然後適合誰啊 其實甚至這支酒蠻輕鬆的 我認為它不太 它甚至不太需要特別去搭什麼什麼的餐 我認為配乳味也不錯 對 我剛剛也在想乳味 乳味對不對 第二支 第二支 我們是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 喔 這是我最喜歡的產區耶 可是我覺得這支其實CP值也高 因為你覺得它最貴 但其實它才這個價位啊 而且坦白說 Chambeau Mousine 是我最喜歡的產區啦 對 莊園 這個產區一直讓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高雅的地方 的地方很疏離 可是其實符合剛剛我們敘述的特色 就是它有一種溫柔 可是它有一種氣質與立場 對 它不是隨便的人 沒錯 而且我剛剛真的以為5號這支酒啊 算是偏貴的耶 是 結果沒想到這個價位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對 所以難怪我會選到這支酒 是對我最有價值的 因為這個產區對我的意義也很大 它是我第一個喜歡 柏根地產區的酒 這支我覺得搭餐是很好 而且它 從那個鴨胸啊 雞甚至到 其實到牛排它也都可以 HANDLE 我覺得可以 難怪我喜歡它 肉類 接下來我們來 草地玩泥巴 草地玩泥巴 所以它 順便跌破我們眼鏡 喔 也是賭棒的 啊 也是17年的這個 啊 你是朋友嗎 對 它同一個產區 不同的酒廠 它都是17年的 這樣子看起來是 雖然是我們低估了熱之酒的潛力 可是我依然是相信自己 當下的這個體驗最準 它是法國嗎 也是法國 它跟我最喜歡的產區一樣 對 好 再來 再來是 這個 四歲大叔梁草偉 梁草偉 學生喔 它也是 柏根地產區的 這個產區其實我沒什麼 我沒什麼太多喝過 因為 這支產區通常都很貴 不是我平常的水深 對 因為這支我們剛開始 看回放喔 我們喝 聞 就覺得哇它是貴的 而且它第一個 鋪筆給我會歐一下是 我聞到錢的味道 是 沒有錯 馬上就覺得它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東西 是的 所以你剛剛是排它是第一個 我排它是第一個 第一個 對 沒有錯 有錢的大叔 有錢的大叔 對對對 其實錢的味道 一撲筆就聞到了 不是同臭味喔 不是同臭味 是高級感 是它的經過的歷練 是 那它適合 這支 這支我覺得都是在主餐出現的 對我也是這樣覺得 好我們來看 最貴的這支 蛤 What 什麼 我其實看不懂耶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你驚訝的 這個 是什麼 Hitchburg 那個常常翻譯叫李奇寶 它是 就我印象所及 它是屬於 柏根地裡面最貴產區的 最精品的那種 用精品來比喻的話 類似是 我會形容它是愛馬仕 哇塞 對 這個價位也滿那個的喔 這個可能比有些人的房租都還貴喔 你剛剛喝掉了幾天的房租啊 我回去可能要吃泡麵 但是其實真的是有俯味道的身心啦 因為坦白說這三跟五 我們因為情感跟自己的喜歡而選擇 對 其實你看你三跟五它這個價位其實差滿多的喔 當初我們討論最久的李小龍其實就是三號啊 對 討論最久的就是他 因為他真的太順了 太順了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阻礙 是 他完全就說喔跟口水融為一體 是 最後完全不違和 而且搭台菜到高級餐廳其實都OK 其實某種程度上我們對他共鳴還滿不錯的 有滿足有滿足 有 覺得今天非常開心 就是品嘗了各種不同風味的紅酒 而且我們很仔細的分析耶 對 其實坦白說我認為我們對分析價值沒有差太多 那我想知道為什麼紅酒會酸酸的啊 葡萄酒它坦白說是一種水果 它跟咖啡一樣都酸是果實 它去釀了酒 所以都會有一些果酸 那在它盛放的過程中 我們不是有時候都喝到一些好像配起司 或者是牛奶的那種感覺 是因為它的蘋果酸 原本的一些蘋果酸 會在盛放的過程中轉為乳酸 對 所以它轉為乳酸的這個過程 會讓我們覺得這個風味是更富裕的那種感覺 所以那種酸是因為來自水果 也是因為發酵了之後會有一些酸味是不是 對 發酵跟盛放它的結構改變 味道就改變了 對 那比如說像紅酒白酒跟啤酒 它對人體的差異呢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因為不同的酒種它對於我們身體的影響是差非常多的 有些人說啤酒傷筋骨是嗎 對 因為主要就是跟這個酒對身體產生濕氣的能力有關 產生濕氣跟它的原物料釀法都有關聯 最不容易產生濕氣的 我們先說最不容易的 其實坦白說是米 米 米 所以米酒 米酒 直接吹下去 米酒 還有啦 酒 對 清酒其實它對於那個筋骨啊 或者是產生濕氣是比較少的 那排序的話呢 比如說米酒啊 清酒啊 最不容易產生濕氣 再來咧 我們先拆開來講葡萄酒好了 藍藍你會覺得紅酒跟白酒 你知道月經來之前你會想喝哪一種 應該是我覺得白酒好喝 可是呢大家都說睡前一杯紅酒 或是紅酒可以活血嗎 還是可以促進身體血液循環啊 對 然後又有人說紅酒養生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是好像大家都怎麼喝 多半都有個說法 紅酒比較紅 所以比較補血 也比白酒溫 這是一個我們的印象嘛 但其實我們找很多中醫師 喜歡品酒中醫師滿多的 滿多 我們就忙飲出來 發現紅白酒其實差不多 紅酒並沒有比較溫 可是看起來好像比較溫暖一點 其實它產生濕氣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那為什麼大家都是喝熱紅酒 沒有喝熱白酒 因為很奇怪啊 對啊 不能喝熱白酒嗎 好像也可以喔 對熱紅酒其實這個習俗 我也忘記是哪邊來的 還會加一些肉桂啊 對 蘋果 蘋果 對 所以到前面來講的話 其實是最不容易產生濕氣的是米 過來第二名是麥 小麥比米還容易產生濕氣 所以假如我們真的硬要排序的話 就是米酒清酒 威士忌紅酒白酒 然後 接下來是最後是有氣泡的 有氣泡的 有氣泡的其實它產生濕氣的能力 還蠻強的 就是啤酒 即使酒精度低 對 所以其實是 原物料是米 高粱 麥 水果 最後一個是 有泡沫的 有氣泡的 有氣泡的 的酒鍊 所以我自己啦 其實平常常喝的是清酒 尤其是把它做一個 就是溫清酒去喝 那第二名的話就是 我也喜歡喝高粱 過了 接下來是威士忌 威士忌的那個 濕氣排名度算是第三 中間如果還要細分的話 海島系的 比如說什麼艾雷島啊 有泥梅的味道那種 其實我認為還更安全一點 OK OK 那接下來就排到水果系了 其實葡萄酒是水果系的 對 它產生濕氣的能力還是比較強 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也跟 有很多人說 我太寒了 濕氣重了 醫師叫我水果不要吃這麼多 坦白說是有一點道理的 它釀成的酒也一樣 OK 再比它更容易產生濕氣的是有氣泡的 所以 香檳啊 氣泡酒以及啤酒 酒精度其實不算高 但是其實它濕氣產生能力是高的 對 因為我印象中很多不管是枕骨啊 或是中醫師或針灸 都說 女生不要喝氣泡 是不是復刻或是子宮 比較容易受寒 是的 因為濕氣很容易卡在我們深層的內臟 還有我們的筋骨之間 尤其是在台灣 台灣呢 因為我們的地方比較潮濕 所以我們在喝酒類的時候 如果也容易產生濕氣的 對我們身體的濕氣影響是比較大的 所以有葡萄酒文化的地方 通常一般都偏乾燥居多 所以說你像歐陸啊 法國西班牙 意大利 其實都不算是太潮濕 美國還有紐西蘭都不算太潮濕 可是像米酒的文化 亞洲區 亞洲區 可能一片南方特別喜歡米酒啊 高粱 高粱在金門嘛 對不對 其實我們一個地方的人 他的喝當地他的酒 坦白說是最養生的 就是其實是適合那個地方的天氣 的天氣 對 有一些人就說睡前喝一杯紅酒 是有益身體健康 原理是促進血液循環嗎 還是他也是有一些有關能量之類的 有人做這些研究是因為 歐洲有研究每天喝紅酒的 比較多的人 他似乎比較容易 長壽 長壽或者是慢性病 心血管疾病比較低 或許可能跟裡面的白鯉乳醇有關 對對對 因為白鯉乳醇有很多保養品會添加 會添加 而且他說可以養顏美容 然後讓身體抗氧化 是 那這裡面 他直接的那個關聯性沒有那麼高 因為他實在算是一種 沒有太嚴謹的調查 因為有可能 你一天可以喝一杯紅酒的人 日子過得比較爽 有可能 他本來就是生活比較沒有壓力 有可能是 所以說 這方面還沒有直接的證據 覺得我多喝紅酒 白鯉乳醇攝取高 真的非常可以降低的心血管疾病 就沒有太嚴謹 OK 但是有這個趨向 有這個趨向 但是不一定有直接的關聯 對 所以我會建議說 不要說為了養生而喝葡萄酒 我們應該抱著我們享受的心情 心情愉悅 療癒身心靈 對療癒身心靈的方式 這樣我覺得活著才是更久 而且更有品質 今天很開心 對 今天真的很謝謝藍藍 來到阿民視的頻道 真的 好開心 而且就是我們喝了很多種不同的紅酒 然後也在這當中學習到了一些感知 味覺的分析 是 它跟人生之間的關聯 難怪人家說葡萄酒可以看人生 真的今天是有體溫的 我覺得我們好像不是在選酒 我們是在選人 對 我需要幫醫生講一下 因為他現在可能喝了很多 假如喜歡黃醫生的頻道 我們要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那喜歡的話也可以請訂閱 藍藍張錦藍的YouTube頻道喔 其實我睡前幾乎都會看 今天也很謝謝 樂活酒教提供我們場地 但是今天的酒我們沒有業配 所以阿民視的壓力很大 但是很開心 人生就是這麼的五味雜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我們下回見 掰掰 謝謝大家